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1408这是个数字加起来恰巧等于13 而在西方国家 13这个数字代表着无尽地狱 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 而我们拦主又平民是个无神论者 你叫我不去我偏要去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鬼这座水 于是麦克赶紧拿起电话 拨通了海顿酒店的订房热线 想要预定1408房间 然而酒店前来却一直拒绝它 酒店表示1408房间不对外预约 这可可扯了拦主麦克的好奇心 开始查找海顿酒店1408房间的相关信息 于是一双双自杀诡异的案件出现在麦克眼前 这更加搁起了麦克的兴趣 麦克决定入住1408房间 为自己的新书了一个精彩的结尾 麦克来到海顿酒店后 酒店经理接待了他 经理告诉他 1408房间总共发生过56起死亡事件 跳楼 心脏壁 中风 淹死 只要是有人入住 不肯避免的都会意外死亡 经理还告诉麦克 只要他不再入住1408房间 酒店可以无偿提供这56起死亡事件的详细介绍 供他用作写作素材 麦克有一片刻后告诉经理 那瓶八百万美元的威士忌 自己还没喝过 酒店经理二话没说 直接开瓶送给了麦克 经理原以为这瓶酒 能打发着麦克 谁知道麦克收下酒后 还是指一要入住1408房间 这可气坏了酒店经理 可怜了忘了八百万的酒呀 麦克告诉经理 他今晚是注定了1408房间 他相信鬼魂幽灵是不存在的 他一定要证实这一点 万败无奈之下 酒店经理还是妥协了 拿了1408的钥匙 送了麦克上楼 在电梯里 麦克发现 酒店没有地13层楼 12楼过了就直接跳到了14楼 两人一正闲聊后 麦克来到14楼 胆笑的酒店经理表示 你行你上吧 我就不陪你了 于是麦克独置人 来到了1408房间 原以为很脏很恐怖的房间 却被收拾了干干净净 而且频繁的不能再频繁 麦克忍不住了 拿重大的录音机 就开始吐槽起来 在麦克的吐槽声中 创遍了收音机 想了起来 这可吓到了麦克 这让麦克觉得 肯定是有人在打滚 于是在房间仔细搜索着 势必要把这个导弹的人揪出来 来到卫生间 麦克更是惊待了 明明他刚才把卫生纸弄乱了 现在怎么又完好无数的 出现在他眼前 难道这有事会打扫房间的鬼 麦克拉出了那瓶 爸爸忘了酒 准备在床上唱饮几杯 然而这一口还没下去 收音机又开始叫了起来 这直接把麦克给吓喷了 赶紧关掉收音机 然而收音机关掉后 直接跳出了一个60分钟的倒计时 麦克正在想到 酒店经理曾告诉他 没人能在房间挨过一小时 这时麦克突然发现 自己什么也听不见了 来到窗边 想听离窗外的车身 然而依旧什么也没听见 而照时窗户也恰恰自动关闭了 直接卡住了麦克的手 麦克在卫生间洗手查看伤情时 水龙头却喷出了滚烫开水 吓得麦克连连后退 再用毛巾堵收水龙头后 麦克的收音机又开始播放起了音乐 麦克赶紧上前关掉开关 音乐停止了 然而收音机的倒计时 依旧在跳动着 这时房间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在一阵沟通无效后 麦克对电话那头的客户表示 我认识 我要退房 挂断电话后 麦克赶紧收拾东西准备逃走 然而他发现 无论自己怎么实际 房间的门也打不开 没有办法的麦克 只好跑到窗户边呼救 恰巧麦克看见对面窗户 有个人麦克赶紧挥手呼救 然而挥着挥着 麦克就发现了惊恐的一幕 因为自己做了什么动作 对面的人就重复做什么动作 最重要的是 对面的那个人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突然麦克发现对面的自己后面 出现了一个声音想要杀自己 麦克赶紧回头躲避 一阵惊吓后 麦克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幻君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麦克把一盏台灯从窗户扔了下去 果然台灯并没有掉落在地上 而是在办公中就消失了 麦克表示自己现在一定是疯了 而这时麦克突然听到了女儿的声音 女儿告诉麦克 他来找他 这更是像坏的麦克 麦克跌跌撞撞的跑到了一角 拿着录音机安慰自己 自己一定是由于心理恐慌 导致头脑不清楚 而头脑不清楚的人 很容易受到心理的暗示 在安慰自己的同时 麦克却发现了房间的通风口上 有一个摄像头 这个气坏的麦克 让麦克以为一切都是酒店经理搞的鬼 想法一产生 麦克就陷了下去 八百万的酒 说给就给 经理一定是在酒里给我下了药 才导致我神学不清 麦克又说再强叫 麦克再次安慰自己 自己只是被下药了 等药效一过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时电视却自动开启了 不放弃自己和女儿妻子的幸福画面 画面结束后 麦克看见类似于鬼魁的东西 出现在他眼前 重复着跳楼自杀的场景 安静下来的麦克 告诉自己 这只是一场真实的噩梦 紧接着麦克发现 对面的墙壁开始出现裂缝 一股一股的血水 开始往外翻滚着 麦克着实吓了一跳 通过消防通道图 麦克发现隔壁还有一个窗户 于是麦克决定设想 从1408的窗户 爬到隔壁房间 然而麦克爬了很久 都没看到隔壁的窗户 这时的麦克才发现 这位的所有窗户都消失了 只有1408的窗户 还开启着 吓得麦克跌跌撞撞的 又回到了1408 麦克以为一切恢复了正常 打开录音机 听着自己之前录制的对话 那一道道惊恐的声音 依旧充斥着自己的耳膜 这时麦克又看到了 自己和妻子女儿 出现在重镜闭房 麦克的女儿 得了重病 即将离开人间 面对这一现实 麦克和妻子却无论为例 接着室内的温度开始降低 麦克也突然意识到 自己还带了电了 赶紧连接上网络 开始和妻子置评 麦克告诉妻子 自己在海豚酒店 希望妻子帮她报警 然而妻子并不相信 妻子表示 你消失了一年 一见面就给我说这个 等麦克还想继续结识时 天花板的灭火系统 却开始工作了 这一工作 直接让麦克的电脑 瘫痪时机 在关闭灭火系统后 麦克打开了排气孔 转了进去 想着通过排气孔 逃离钥匙08 路过了一个个房间 他看到的 却是属于自己的一模模记忆 不想奉起了麦克 继续向前爬行者 突然前方出现 一具老头的干尸 在麦克触碰干尸后 干尸却复活动了起来 这个吓坏的麦克 赶紧往后趴着 最后不得不又回到了 10108 逃离了危险 再次回到10108的麦克 情绪显然已经失控了 把病相当着酒店经理 一阵略完后 麦克拾起了一旁的圣经 打开一看 却是一本无知的圣经 画面一转 麦克又看到女儿死前 妻子给女儿灌输的 上帝天堂是多么美好 无神论的麦克 却对着妻子大发雷霆 房间温度越来越低 当麦克从卫生间走出来时 房间已经被一层厚厚的霜 击满了 无奈的麦克只好点燃了 那边由详细建设 1408的档案 给自己取卵 此时电脑里又发出来 妻子的声音 妻子告诉麦克 警察已经来到1408房间 但是房间里空无一人间 慢眼转眼看到 倒计室的收音机 只剩下15分钟了 此时电脑里 却出现了另外一个自己 开始和妻子对话 另一个自己 告诉妻子 被妻子挂掉视频后 麦克所在的1408房间 却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一刀刀裂缝了开启 海风海水开始灌了进来 墙上的变化也开始动了 麦克也渐渐沉入了海底 画面一转 麦克又回到之前在海边冲浪 醒来的那一幕 妻子告诉麦克 他玩冲浪撞伤了脑袋 是医院给他打电话 叫他赶来的 麦克也松了一口气 他告诉妻子 自己终于逃离了1408房间 终于逃离了纽约 然而妻子却表示 什么1408房间 他根本没听过 接着麦克出院后和妻子 一起度过了一个美丽的假期 这天麦克又来到邮局 拿自己的邮件 邮局的工作人员和麦克 说了同样的话 打开信封 也看到了同样的明信片 但是唯独缺少了那封 来自海豚酒店的明信片 一年梦避的麦克 感觉这事还有蹊跷 于是他又开始查询 要是临巴房间的资料 在整理说讯后 开始为自己的新书 不上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第二天麦克又来到邮局 想要加急寄送一个包裹 而这使得麦克发现 面前的这位工作人员 之前自己在海豚酒店见过的 思考这种邮局的员工 开始扎伤破坏房间 麦克也逐渐反应过来 原来自己从来就没有 离开过要是08房间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幻觉 紧接着 女儿又一次出现在了麦克面前 麦克这次没有顾虑 直接一把抱住了女儿 女儿告诉麦克 他们不让他留在这里 当然这种富裕之间 温馨的话没过多久 女儿就死在了麦克怀里 画不了一堆灰烬 这时收音机又开始上了起来 倒计时也结束了 麦克又一次回到了1408房间 而收音机又开始60分钟的倒计时 缓过来的麦克接到前台的电话 前台告诉他 他可以一遍一遍的重复度过这一小时 也可以选择酒店提供的特快退房服务 也就是自杀 麦克这次醒悟过来 之前在1408时的56个人 大多应该是受不了这一小时的折磨 而选择自杀吧 麦克也终于对我了 他不能让1408再存下去 他必须毁了1408 于是他用自己带来的打火机 点燃了沾油酒精的衣服 准备和1408同归于尽 而1408房间发出了哀嚎 麦克也感觉自己真的快要解脱了 影片最后 麦克伤身于呼喊 妻子把麦克和女儿站在了一起 在即将离开时 酒店经理却来到了他面前 告诉他这里还有麦克的遗物 而麦克妻子表示 这些东西都有着不好的回忆 自己也不再需要了 未到抽上的酒店经理 打开了麦克的录音机 可在录音机里 经理听到了麦克和女儿的对话 在结束了本片最后一个惊吓镜头后 经理看到了麦克和女儿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看完这部电影 大头表示 最近看过了恐怖电影之首 无疑是这部 永远逃不掉的1408 虚幻与真实的交杂 一切都在无尽的恐怖之中蔓延开来 大头说电影 反正不得皮 好了 今天的大头说就到这了 大家有想看我的强烈推荐的影片 记得在下方留言告诉大头哟